来看是否能看到PPT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OK 按一下一个一个反馈 谢谢大家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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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问题啊 一切正常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六季的万次班 看到了很多都是老学员啊 我们之前的四六级班的同学 还有一些是之前第三季的第四季的同学都能看到 感谢你们啊 有来了 那可能也有一些同学呢是我们的新学员啊 不管是新还是旧呢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7号 那我们历史差不多整整有两个月的时间 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跟搁一起 把万次班的核心内容都能够给它消化掉啊 那这是我们的课程讲义 这就是我们的课程讲义 然后打开之后呢 里面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板 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档板 它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进行字册复习的 比如说翻开书的话大家能看到啊 这个可能是都是红字 那把它挡住之后呢 可能就只能看到黑字了 可以用于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字册啊 这两天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东西干嘛地啊 这是我们上课的讲义 如果大家上课的时候呢 没带讲义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在课上呢 更多的还是以自己记录为主 同学们听清了吗 以自己记录为主 然后我们也有两个笔记本 现在没上课呢啊 因为这个第一节课说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提前三分钟切过来了啊 那我们还有两个笔记本 这两个笔记本呢 就是我们上课用来记单词的本分啊 所以大家上课的时候 至少你带个本啊 至少要上课带个本啊 一会儿我会说怎么记笔记啊 没关系啊 一会儿我都会讲到啊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本书呢 就是这个牛津同一词词典 在这儿呢啊 这个牛津同一词词典 我们知道寒假的时候再去用 好吗 就是12月7号之前 我们核心的内容都是讲这本书 然后等到寒假的时候 我们再去讲同一替换的部分啊 再去讲同一替换的部分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课上的一些内容啊 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我们的课题主要就是两部分啊 第一部分就是啊 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啊 这个核心内容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牛津同一词替换 牛津同一词替换 然后在1月份啊 还有一部分就是复习课啊 是我们讲本老师为大家带来的 大家看课表都可以看到啊 好啊 那这个呃在我们的这个课上呢 我还是啊 第一节课呢 简单说一下啊 一些呃需要大家注意的内容啊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在听课的时候 到底该呃在哪个地方去找 就在你的课表的位置能看到 课表的位置呢 有词绘一词绘二这样去看啊 然后如果大家购课成功之后呢 如果你错过了直播 然后啊 这个位置可以看录播啊 就可以看录播 就点到课程表万词经典 就是我们的核心内容 同一替换的部分呢 还没有上线 因为我们是在寒假的时候上 所以这个位置 大家先暂时先不用点啊 等到1月份的时候 再来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大家进Q群的话 就进我们的这个QQ群 点这个位置啊 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班级的Q群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加到Q群 如果手机加不上的话 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去加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词单 这个词单呢 就是大家需要下载一个APP 叫做有道备单词 是一个免费的APP 大家在你的英文商店都能搜到 然后或者你点它之后 就会提示你去下载 点这里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都在Q群在这儿 资料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每天的词单 另外呢 还有音频 有同学会说 老人音频在哪儿 音频也在这个位置 就在Q群资料这个位置 你点开 就会有配套 这本书的音频 就会有配套这本书的音频 然后呢 下面这个万词文章选读 那进入学习 你点开它之后 就会看到 我们整个万词核心黑词的 核心词汇的相关的一些文章选读 这部分是大家 自己用来去学习的 自己去愿意读 比如对哪个话题感兴趣 你对生物学的文章感兴趣 你能看一看 如果你对于经济的感兴趣 看了经济类的 所以这就是配套我们 万词相关给大家找的语料 给大家找的语料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课程一面 需要大家最开始上课的时候 需要大家注意的几点 就是课程在哪去听 然后录播就在课表这个位置 同一替换是在1月份 我们直播 然后音频 外刊的语料 还有词单 都在Q群资料这个位置 都可以找到 好 我们上来还是先说一说 大家计词的一些问题 我其实在公开课 也给同学没有讲过 就是大家现在计单词 为什么会出现计单词的一些困境 或者是大家计单词的时候 都会有哪些问题 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上去看 记不住 看不进去的 从来就没记住过的 看不进去 有的同学是背完了 刚开始记得还行 但是过一天就忘了 然后不会用等等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 但大部分的同学 可能更多的还是说老师记不住 记不住的可能更多 那我们在万词班的时候呢 还是会通过一些方法 帮助同学们去强化 课上的讲解 课下的复习 然后呢 今天大家一定要坚持 因为一会儿我会说一个 我们试运 因为这个东西 之前没有赶在页面上 跟大家承诺 是我临时加的一个内容 就是会加一个微信群 到那个时候呢 在微信群当中 我会一天三遍去提醒大家背单词 但是我们会在一个群里啊 而且这个东西呢 我说一下 我们只有直播的东西才有 因为一个群的有效期 只有一个礼拜 所以都说老师 我最近啊 这一个月我都不来上课了 那这个每天三次的提醒 可能就收不到了 因为我们的一个群 有效期就是一周 就是一周 所以大家只有在这个 来听直播的时候 才能够去知道这个群的 群号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去加入到这个群当中 所以尽量呢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升级啊 所以现在看一下 如果我们每天去早中晚 都跟大家交流 看大家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一会儿会说微信群啊 然后呢 当然你要觉得很烦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不加 第二个呢 你可以选择把这个群给他 这个 屏蔽 对吧 都可以啊 你可以选择不加啊 或者选给这个群屏蔽啊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这个 重复 短时间内的多次重复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 重复短时间多次重复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不管 呃这个什么样的方法 不管什么样的方法 大家其实都需要你去掌握的啊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定律 它也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边背边重复 这个特别重要啊 这个特别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呃 大家可能通过阅读季单词会比较好 这个我在之前的观传课给大家提到过 那在万词班这个班级当中呢 我们也希望啊 我们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呃 看完老师讲的词汇之后呢 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可以去大胆挑战一下 我们外刊的相关的一些预料啊 预料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词跟词坠啊 词跟词坠还是这个班是我们重点讲解的啊 重点讲解的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啊 联想的方法啊 联想法啊 另外呢 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通过词源啊 词源去记忆啊 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在万词班当中 我们更多的还是靠啊 词跟词坠啊 还有同源词啊 还有就是联想 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两个更主流啊 更主流 这个在公开课已经强调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说一下就是说大家在考试啊 有没有这个 当然我相信这个班级大部分同学来上万词班 更多的还都是为了考试 更多的还都是为了考试啊 那 考试的时候重点考察的是什么样的单词 第一个就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第一个就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 第二个就是啊 能够形成反义词的单词 比如说啊 增加减少上下这种词 还有就是什么乐观悲观 这种这种这种词汇 它在考试当中一定是重点要考到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带有态度的啊 表示作者态度的 咱们考研的同学每年都有这种态度的题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今后在记词的时候 可能更多或者是更重要的 还是要去选择记这种词汇啊 因为这种词汇 它在考试当中可能出现的概率一定会更高一些啊 可能具体的名词 它可能出现的概率不如这样的词评高啊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考试的时候重点考什么样的词啊 那词跟词坠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啊 不管是在四级班还是六级班还是考研班 我其实都说过 但是万词班我们还是这些PPT都是不能被省略的啊 还是知道一下就是词跟词坠啊 它在造词的时候都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啊 首先呢大家注意这个单词啊 这个词我相信所有同学都知道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不能饮用 对不对 说不能喝呀 是不是它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表示不能饮用的啊 那为什么你能够知道 它表示不能喝不能饮用啊 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 是因为你认识这个单词最核心的部分 是不是因为你认识drink 因为认识这个部分 所以要知道一点就是词跟 它实际上是确定词意的 词跟确定词意的 那前缀确定的是什么呢 前缀确定的是肯定否定 数字以及什么呢 以及方向 前缀确定是这些 比如说大家都听过subway 听过这个单词吧 地下铁地铁来了啊 就都要听啊 来了都要听 一定是都有帮助的啊 地下铁那这个表示方向是下面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数字比如咱们也听过 比如说三角形triangle 对不对 还有像我们所说的什么呢 像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bicycle自行车 二三啊 可能都是跟他有关 还有否定肯定 这个咱们见的就更多了 比如说i happy 不开心呢 或者我们叫dislike 不喜欢啊 大家注意可能都是啊 跟这样的态度相关 所以我们说词跟确定词意啊 前缀确定的是肯定否定 数字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方向 最后后缀确定的是什么呢 确定的是词性 就是一个单词 大家如果想要真正记牢它 记住它 那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记什么 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先去记谁 先去记单词的词根 词根要抓住 前缀要抓住 这个词的大体意思 基本上就抓住了 基本上就抓住 所以大家通过词根词碎 去记一单词的话 一定还是我们记词最科学 最核心的内容 最核心的内容 那到底怎么去记这个词根 就比如说可能很多同学买词根词碎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啊 这个PLE是跟for跟蛮有关 那词根怎么去记 如果带词根词碎的词 找到它同根词 这个是理解词根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说记词根不要硬背 大家通过你熟悉的词 熟悉的词去记词根的话 其实这样更容易理解 就比如说我们说VAS这个词根 对吧 它为什么叫做看 它为什么叫看 你不要硬背 比如你就可能想到了 比如你们想到的visit 对不对 我们之前说到的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再举例 其他的例子 词根比如说fact 这个词根为什么叫做生产制造 你能想到哪个词 它跟生产制造有关 还能还有fact这个点词 大家学过词叫工厂 factory 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就是词根千万不要硬背 如果你俩无两耳朵在那硬背的话 那这个压力可能就大很多 这个压力可能就大很多 大家听懂了吗 压力可能就大很多 所以呢 大家更多的还是通过什么 通过数字去记 比如说当你记这个单词的时候 你读一下叫做plethora 这是万词般的一个词汇 它表示过甚或者是过多 如果你要看这个英文解释 看词源字典 就告诉你什么拉丁语 怎么回事 其实当你看这东西 除了真正是英语专业 学这个词源相关专业的同学 那可能有点用 否则的话没什么太大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去记它 找到它同根词 这样的话记起来就不容易 比如说plethora 为什么叫做过甚或过多 它跟谁是同根的 它就跟plenty 你看这部分是不是相同的 这个词根就是跟满 满就是一种饱和的状态 是跟它相关 所以当你记plethora的时候 你脑子里想谁 你想plenty 一个是多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过多 这俩分到一块一起 plenty plethora 多和过多 那你看下面这两个单词 来给你们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replete 这个为什么叫充满 re作为前缀来讲 它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所说的再一次 还是跟满有关 你看你就想到了plenty 是跟多有关 那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再一次变多 那这还是叫什么呢 还是跟满有关 叫做充满 这是它的用法 在课上呢 如果老师会讲到 它的这个词的一个用法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这个短语 或相关的一个例句 就会说 就会说一下 叫做再次多 叫做充满 那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deplete deplete为什么叫做耗尽 我们常说的user 你看plenty是多 对不对 是跟多有关 那一个是再多一点 那这个就要做充满 那这就是不读 定义作为前缀 表示否定 现在都看PPT 后进教室的同学 都看PPT 都看PPT 那不读 那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就表示 什么样 耗尽减少 耗尽减少 不要去看书 我现在讲PPT 都看PPT 我让给大家 基本上说一说 这个词到底该怎么去记 给大家说这个词 到底该怎么去记 所以当你记这个单词的时候 这么去读它 plenty 一个是多 这是过多 replete再次多 那这就是 再满一些 叫做充满的 充满了什么什么的 还有叫什么呢 叫做deplete 表示耗尽用光 耗尽用光 就是不满 use up 我们常说的 耗尽用光 那同样 刚才我说到了 这个词根脑子里 就要想到谁 VAS和VID 通过谁去记 词根不要硬记 我们通过谁去记 通过后缀 通过熟词去记 你可以通过visit 或者我们常说的 像以前更简单的词 叫visible 对吧 都能理解 这个词根是根是没有关 它是跟看有一些关系 这个词跟它是跟看有关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读一读 叫做provident 看这个单词 provident provident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有远见的 或叫做未雨绸缪的 这个为什么叫做 有远见未雨绸缪 pro作为前缀表 方向是哪里 这个在以前有见过吗 他说表是向前呢 我们在以前学过进步 听过吗 叫做progress 对不对 以前学过这个单词 叫做progress 向前 那什么叫做有远见的人 就是往前看 能够看得很远 有些人只看到现在 休息休息 探图享乐 但有些人能够怎么样 看到未来 未来知道 没有词汇量是不行的 这样的人有远见 这是往前看的 ent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形容词汇水 所以我们在课上的时候 就给大家去讲解一个单词 他的基本造词 那同学们来看这 永远要记住 许哥老师在万字百所提上的一个点 叫什么呢 一定要多去讲单词 不要去背单词 要多去讲单词 那这个词大家回家复习 都是怎么复习呢 这么复习 就是provident 往前看的 一个人有远见的 往前看 向前看 看你未来的 向前看的 叫有远见的 我们在记笔记的时候 也是这样去记 记这个英文单词 然后去记一下他简单的记法 大概你至少应该 旁边标一下向前看的 这个意思就能回忆起来 你再看笔记的时候 就能不用再看重播了 你看笔记 如果记得很详细 就能想想我上课怎么讲的 这样的话 大家在记词的时候 就会更加轻松 而且你在上了识节课之后 基本上自己慢慢就能讲出来 就可以慢慢讲出来 比如再看这个单词 叫invisage 为什么它表示叫展望 还是这个词根跟什么有关 我说过词根确定词意 这是跟什么 还是跟看有关 en作为前置表加强 大家以前应该听过什么样的词 比如说enlarge 叫什么意思 扩大嘛 对不对 扩大放大 先听 一会儿我再说怎么记 别着急 先听一听 先听一听 先跟着记几个 我一会儿讲到正式内容的时候 再给同学们去讲 就到底该怎么去用这个笔记本 en是加强 所以这个单词在记的时候 也是三部分 你看动词前缀 这是前缀 这是词根跟看有关 age 这是一个动词后缀 所以什么叫做展望 就是去看 看看你的未来 看看你的未来 看看将来的事情 这个叫envisage your splendid future 看你的未来 叫展望设想 叫做展望设想 展望设想 好 看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招人讨厌的 叫做招人讨厌的 你看看他 为什么他叫招人讨厌 招人烦 in作为前缀表是什么意思 表示的是一个否定概念 咱们在以前学过吧 impossible 不可能 听过这个单词吧 那vid和vas是一样 还是跟看有关 ious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形容字后缀 所以什么叫招人烦 比如说女同学 你特讨厌一个男生 但他还追你 你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去去去去 让我上一边待 赶紧上一边待 是这种感觉叫做 不想看他 不愿意看他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招人讨厌 是指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做不愿意看 叫做招人讨厌的 叫做招人烦 招人讨厌 好 下一个单词 你看这个单词叫做improvise 叫做什么呢 叫做即性创作 它为什么叫做即性创作 看im还是表示 否定跟之前一样 PRO表示之前 VS这个词 词根是跟看有关 那什么叫做即性创作 什么叫即性 就是不用之前看 比如说我今天来上课 之前根本不需要看书 我随便讲 这就叫做即性创作 那大家在回顾 这一组词的时候 该怎么回顾呢 同学们看 这样去回顾 就是向前看的 有远见的provident 读一下 我说一下你重复的过程 叫provident 往前看 看看你未来的 有远见的provident 第二个词 加强去看 叫做展望 去看invisage 先读一下 invisage讲一遍 去看去展望 那不愿意看的 叫做讨厌的 招人讨厌 令人讨厌 不用之前看improvise improvise叫即性创作 即性创作 所以要读一下它 讲一下它 把这个意思顺出来 其实讲一个单词的时间 就是10秒钟 有的同学可能背单词 背50个单词 背两小时 背满头大汗 但实际上 你讲一个单词的人 就是10秒8秒 你还记得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吗 叫做deplete 脑子里想哪个单词 想一想plenty of 脑子里想这个单词 叫做充满 那第一表否定 就是不满 这东西没有了 不是满 满的反应词 已经没了 就是不满了 东西不是满的了 叫什么 耗尽用光 deplete 读一下就完了 所以不用应备它 这个在当年 六级考试里就出现 95%的同学 六级同学都不认识 这题倒是就做不出来 这是在定位剧上出现的 叫deplete 那再一次满 replete 还是叫什么 叫充满 再满 还是叫充满的 replete 那还有一个单叫plethora 名词 A结尾的词 一边都是名词 那就是什么 就一个是许多 这是什么 就是满 叫什么 叫做过多 对不对 过多过胜 过多过胜 所以大家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不太习惯这样记单词 但是我们在记词 记多了 如果你上几节课之后 那这样的话 同学们可能再记起来 就会怎么样 慢慢就会熟悉 适应这个节奏 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不需要背的 我只需要去讲 我其实只需要去讲而已 那我接下来呢 我说一下 如何去记这个笔记 同学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何去记笔记 我们的笔记上呢 应该写什么呢 第一个 大家看左边这一栏 这栏是什么东西 replete enormous vulnerable 笔记上都需要写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要写单词 音标不用写 因为音标在哪都有 同学们 音标其实在这边都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音标其实在这里都是有的 讲义当中我们都是有出现的 所以音标是不需要你写的 这大家要注意一下 音标是不需要你写的 那第二个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还需要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词性 大家这个看到了吧 第二个需要写的是词性 因为写这个词性呢 是帮助我们同学也是 在去巩固记忆的 帮助我们同学在巩固记忆 你得知道这单词什么词性 你才能在今后用的时候 更加清晰一些 不用写音标 然后旁边写的这一行是什么呢 这一行是 什么 同意替换 有的时候可能会写一些 阴阴事意 所以你看你的笔记上 一般出现的应该是这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英文拼写 第二个单词词性 第三个同意替换 大家看到了吗 同意替换跟上了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助记方法 你看助记方法 你可以写在这个单词的下面 就写在这个单词的下面 这是大家回去便于能看到 比如说enorm是要巨大的 就e呢作为前对象向外 那norm引生的是normal就正常的嘛 所以就是超过正常的大小 这就巨大 超过正常的大小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巨大的 所以同学们 现在基本上来的都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应该能够知道的就是 我们的单词到底应该怎么去干嘛 怎么去记它 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怎么去记它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比较重要的内容 要学会补补笔记 都明白了吗 怎么记笔记同学们 都明白怎么记笔记了吗 我讲清楚了 汉语不用写 因为你忘了的话呢 书上是有汉语的 音标不会读 我们有音频 书上也有音标 所以你不用去把每一个字写都特清楚 写这四点基本上就足够了 基本上就足够了 好了 那接下来 那我讲一下什么呢 我讲一下就是单词当中 它可能会存在这样相关的一些变化规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来第一个 就是原因之间它是可以互换的 原因之间 AEIUY是可以互换的 其实这个我在公开课当中给大家讲过 还有印象吗 公开课的时候 我是给大家有讲过的 原因啊 EE啊 和E啊 或者是EA啊 和I啊 它们之间可能是同根词之间 它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互换关系 就有这样一个互换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单词叫Clarity 它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Clear 这大家能理解吧 Clarity就是A和EA是一样的吗 你再看第二个单词 它的意思叫提名 读一下Nominate 那它可能跟谁是同源的 你看什么叫提名 它的意思当中会有哪个字 你看None 它其实影视的是Name 大家能理解吧 它其实影视Name Name呢 加一个印 在内部我们有一个名单 ATE是什么 ATE是什么东西 ATE是一个动词后缀 对 它就是一个动词后缀 是不是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Nominate 那Gild表示杜金 他来自谁 来自go的 第一次听的同学 现在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同源词之间 他们之间是同源的 他们可能会存在一个相通的规律 就是原因啊 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 第一次听的同学 能明白什么意思不 就是这两个词 他俩之间 如果是相同词根 或相同词源的话 那说这为什么拼写 会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呢 主要就是发生在原因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你就当成原因 他们这地方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样的啊 你再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Greasely Greasely表示叫可怕 或者叫做毛骨悚然的 可怕的毛骨悚然的 那这个单词我会讲的 它前面其实影射的是Grease Grease表什么意思 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灰色的 就是一种没有血色 很惨白的 就这种感觉 灰涂涂的 没有血色的感觉 毛骨悚然 加了一个谁呢 加一个S 加一个LY 把它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feather 叫做束缚 或者叫做脚料 那你看这个单词 它其实影射的就是谁 它影射的是谁 它影射的就是前面 我们看到的 刚才说了 后缀确定的是词性 对不对 后缀我们确定的是词性 那它其实前面部分 影射的就是feet 影射的就是脚 这个词 这一页PBT都能懂 什么意思吧 就第一个 同源词之间 它们这个原因都是一样的 原因有的是E 有的是A 但你知道的 它们之间如果意思相近的话 可能是一个同源关系 好 那接下来第二组 第二组就是辅音之间的互换 词根不认识的 咋安排明白的 到时候我会给你讲的 咱们这个班当中会讲 两三百个词根 常见都给大家讲到 拍下来 我写下来都行 刚才说的是原因互换 第二个呢 要讲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辅音之间的互换 大家看他 辅音之间的互换 好 那辅音之间 第一个就是 PBT的 KG 还有死字 大家看一看 其实这是不是都是我们初中老师 给大家讲的辅音浊化 有印象吗 是不是 Speak 是吧 比如说Stand 老师告诉你读成D这个音 这都能明白 你不需要硬背的 其实你不需要你硬背的 KG 你看嘴形都没有变 K C也发K这个音 QU也发K 它有K这个音在里面 S Z 因为这个 这个音它和S 发音行进 发音是行进的 发音是相近的 所以他们之间也是可以这样的 一个互换 这个X X它既可以发K 也可以发S这个音 所以它其实跟上面这个K这个音 你看它读成X 这个字母是不是这么读 X 它和S和K之间 他们都是可以替换 我们当年 V可能学的就更多了 比如老师告诉你 当年说 同学们以FE结尾的名词 去FE加VES 还记得吧 是不是到底这么讲的 当时告诉你死记硬背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其实就是Y 但是V变成了 也变成V了 你两个轻辅音发在一起 没人发音 你看一下 变成绝化 这个叫做VIVES 那举几个例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举几个例词 你看第一个单词叫做REIMBURSE REIMBURSE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报销 或者叫偿还 这个词为什么叫做报销 我们说 你把这个火车票 来人火车票给我报了 报销 它其实这个RE作为前缀 有一个什么意思 它表示的意思叫回来 比如说我们学过RETURN 对吧 要回来给你的 报销就是你先把钱垫上 然后后来财务把这个钱又返给你 IN表示什么呢 就是向里进入到里面 而这个后半部这个BURSE 它其实影射就是哪个词 就是PURSE 这个第二篇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刚刚第一篇讲的是原音之间ALU是一样的 第二篇讲就是轻辅音和左辅音 不是说辅音都能互换 那就乱了 主要发生在轻辅音和左辅音之间 你看一下 就是PURSE 就钱包这个单词 大家有学过吗 所以什么叫做报销 就是回到钱包里面 就是这个词吗 回到钱包里面 这就是报销 所以大家回去复习的时候 那就重复这个词 REIMBURSE 回到钱包里报销 大家还能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叫做improvise 还能想起来它什么意思吗 不用硬背 想想我刚才怎么去讲 讲单词不要一背单词 叫做不用之前看 我做这个事我之前不用看 叫做improvise 能想起来它什么意思吗 不用之前看 即兴创作非常好 大家看到了吗 即兴创作 所以这就是讲单词的力量 你读一读 能讲出来 这词一直就想起来了 比如说再看这个单词 叫什么呢 叫做invidious 叫做不想看的 不愿意看的 这东西你根本不愿意看 叫什么呢 叫做爱令人讨厌 是吧 招人烦的 令人讨厌的 invidious 能想起来吧 所以这个就是要多去讲 你讲一个单词 一定要比你背单词 背的要快 要去快它 好 再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thunder 你看这个单词 thunder表示的意思叫做分裂 或者是裂开 我们说separate 现在都看PPT 都在看PPT 同学们注意 都在看PPT 我在讲一些这个 同源词之间的一些变化规律 那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分裂 或裂开呢 它这个词前面其实影射的是哪个词 它其实影射的就是这个单词 叫做thunder 打雷 这个单词 大家看 这个单词迅雷 咱们都听过吧 你看 咔嚓一个炸雷 咱们说经常说咔嚓一个炸雷 把一东西给劈 劈成了两半 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这是 se和谁一样 和se 刚才咱们是不是讲过 他俩之间是可以替换 打雷嘛 劈开 叫做分裂裂开 分裂分开 这个叫做thunder thunder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就是不用背它 你想这个词 打雷就给分开了 用雷给劈开 用雷给劈开 好 再看第四个词 大家看这个单词 第四个单词 为什么叫做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这个词大家现在能理解吗 所以你接这个词 脑子你要想谁 它里边有哪个词 不要去背它 你就masquerade 是不是 磕和谁一样 和磕它俩是一样的 但你看这 是不是在这呢 和 是不是一样的 masquerade 当你学过这个单词 是面具这个词 男生啊 我们睡前敷的那个面膜 女生 早上起来敷的那个面膜 mask 面具都是他 当你知道戴面具的人 ADE是一个名词后缀 ADE是一个名词后缀 表示一个集合 不用看电子两线 都讲PPT 今后词汇课来了 你都看PPT就行 不用看电子讲义 都看PPT 不用讲义 来晚了同学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masquerade 读一读 好 再看最下面这个单词 这个为什么叫做各种各样的混杂的呢 它是来自于谁 你看它的汉语意思 各种各样混杂的 它这个前半部分就影射的是谁 影射的是谁呀 mix 混合加一个谁 再加个细胞 cell这个初龙老师讲过吗 细胞这个单词 后面 aneous 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就混合的细胞就是混合 各种各样的细胞都有 混杂各种各样 混杂各种各样 好了 那你再看这个单词 第三个单词 第三个单词 这个词叫做苦行禁欲 这个词我是不是在公开课里也讲过 你看它的发音谁 athetic 这是athletic 说它也是他们之间是互换的 公开课大家有听过公开课吧 这个公开课有讲过 就是古希腊人呢 他们在体育比赛之前的一个 为了奥林匹克 为了这个体育竞赛 前一段时间 要实行什么呢 苦行禁欲 咱们现在也是 比如你马上下个月有两万米 你这一月天就得练习吧 你不能 这个 是吧 酒色 是不是全天天老轮番来 那肯定不行 所以这要知道 就是athletic 叫做什么 叫做体育比赛之前 的一个行为 叫做苦行禁欲 打雷sander脑子里想打雷 分裂 裂开 那reimbursed 这个perper它俩是一样的 回到钱包里 这钱叫报销 叫报销 maskerade 带面具的人 聚集在一起 叫做化妆舞会 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miscellaneous 来自mix 就混杂 混合这个单词 所以你这样记这个单词呢 会读了之后 慢慢才会写 先不要急于会写 先会认 微信我还没说呢 有微信群我还没说呢 Q群都有 好 那你回忆一下 刚才咱们的几个单词 你看还记不记得 比如说原因能替换的几个词 比如说这个词叫做guid 这个词什么意思 能想起来吗 guid a goat 叫什么来的 爱杜金 这能想起来 比如说这个单词 还能不能想起来 叫做nominate 我们在咱们班内部 有一个名单 它其实映射的是哪个词 映射的是name 这个单词 爱叫提名 所以你要去想 大家今后记单词的时候 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第一反应应该是它的记法 而不是上来先去记它的意思 因为你上来记它的意思 你硬记 这是记不住的 明白了吧 不要硬记 因为这个词 你慢慢你认识之后 它的意思 你自然而然就记住了 而你要上来硬记它的意思 那就成了死定位了 那就跟我们当年被 劈个猪猪 劈个 劈个 那就一样了 那可能压力就比较大了 压力就比较大了 好 前两个规则呢 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那接下来看第三个规则 第三个规则 就是什么呢 就是字母gh的脱落 脱落现象 就字母gh呢 在不发音的时候 看如果它没有发音 它可能它和同言词之间 有这个记 没这个记都行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单词叫做shiny 叫做有光泽的 其实这个单词 它就来自谁 来自shine 能看懂它到它 是怎么变化的吗 刚刚咱们讲过 谁跟谁发生了变化 刚才讲的哪个变化规则 谁跟谁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不是原因啊 对不对 原因之间 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 挺好的 就是意义嘛 所以当你认识shiny shining 是吧 闪光这个单词 那这个光泽这个词 自然而然就能背起来 如果这两个都不讲 就在那里硬背 shiny有光泽 shiny有光泽 那就很难背了 那就很难背 那曾硬背了 但其实shiny这个词 为什么我说叫照耀啊 它现在 你现在明白了吗 最核心的 最简单的词还是谁 你看shiny 是谁跟谁一样 死和树和死一样 这个h 它没法喝这个音 所以有它没它都行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ch有时候和c是一样的 sh和s它俩是一样 就是h有它没它都行 它就来自散这个词 是太阳 对不对 太阳照耀 这个意思 你再看下面这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faint 这个g没有发音 你不要读成faint 别这么读 faint和faint 它俩也是同源 表示什么意思 叫做假装或者阳光 对不对 就表示都有假装的含义 都含有假装 比如说装死 你可以叫什么 叫做faint death 装死 假装悲伤 假装难过 是吧 假装装死 装睡都行 这个叫做faint 它跟faint是一样 就是pretend 挺好的 你再看下面这个单词 叫adious 这个为什么叫辛苦费力的 你看uous 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说这个前面 你要理解成谁 就比较好记 你要理解到 它其实就是困难 困难这个词 大家学过吧 是不是hard的 其实这个h 脱了掉了 去掉了 变成了adious 如果这个词这么造 其实就很好 很好理解 如果假设说 这个单词这么写 那一遍 我都不用讲 你都能记住 大家先明白这道理吧 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单词 都是andrinkable 大家能理这个道理吧 不是说所有的单词 都这么直白 但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这个变化规律在哪 就是在我刚才讲过的一些规律 比如说大家 你在记这个shiny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谁 你就想到他来shine 他来自shine这个单词 你不认识 你这几个词 没见过正常 你这词都认识了 那就不正常了 那就 明白了吗 那就不正常 所以你要知道 他是来自shine 这个照耀 这个有光吗 发光照耀 这个意思就才能出来 才能出来 像faint 这个记没有发音 它就相当于这种感觉 就是faint 后面加了个t 但这个记没有发音 直接给去掉了 faint 一会儿在下课的时候 我会再说一遍 怎么上课 怎么记笔记 等到下课的时候 我会再说 是吧 好 你看下面这个单词 叫做odius 映射就是hard 困难 对不对 很难的 叫辛苦费力 第三个字母 gh的脱落 gh的脱落 好 那第四个 第四个 就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 行进字母的变化 就长得像的字母 你看一个u 两个u w变成了w 看是不是 两个u嘛 一个u两个u 连起来写 变成了w 所以他们这三个字母 可以互换 然后m和n是一样 m和n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咱们说im和in 这两个前缀就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i这两个前缀就都是一样的意思 pbt不可以下载的 pbt是没有下载的 好 那你看这第一个单词 我举个例子 叫lurk lurk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 潜伏埋伏 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 潜伏和埋伏 不要走神 hello 潜伏埋伏 它其实来自于谁 它前半部分 它其实影射的就是 你看u嘛 它其实影射是lower这个单词 lower叫什么意思 叫降低身体 什么叫埋伏 是这种感觉 原来是这样上课 对不对 那现在藏起来 是这种感觉 所以它到它怎么发生了一个变换度 你看lurk r和er这一个音 都发r这个音 能不能讲到都发一个音 u和谁 和w就是一样 u和w就是一样 但是因为那个u本身就发原音了 所以这时候把原音原来的原因给去掉了 所以这是来自于lurk 假设说这个词这么造 我觉得就很好记 比如这个词这么造 叫lurk 你看如果这个词这么写 是不是就比较明白 你看叫浅浮埋伏 这不叫浅浮埋 这叫插腰等待 是吧 这一定是这种感觉 降低身体 是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埋伏 所以你记这个单词的时候 你要脑子里想谁 想lower 浅下来 是降低的概念 好 你再看这个单词 为什么它叫翻心 它影射的是谁 你看它影射的是谁 它不是一个词根 注意 它不是一个词根 它其实影射的是谁 你看它的汉语意思 就是它影射的是new 这个单词 对不对 就是心这个单词 什么叫翻心 那这个re取什么意思 是不是取再一次 就再一次变心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翻心 明白这个意思吧 renovate the house renovate renovation 再次变心 叫做翻心 叫做翻心 好了 你看下面这个单词 prudent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考试的通考词了 在考验当中也讲过 它其实这个词的前半截影射的是谁呢 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十分钟讲了一个词 还记得它不 叫provident 往哪看 provident 往前看的 这个词叫什么来的 看看你 往前 看看 再往前看五年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叫什么呢 叫做有远见 还能想想想它吗 叫做有远见的 未雨绸缪的 有远见的 未雨绸缪的 那你看从它到它怎么变化的呢 其实还是 你看prudent 就是 U跟谁一样 跟V发生了一个变化 但是呢 因为U本身发原因了 所以把原来这个原因给去掉了 是吧 发一个原因就行了 这要原因降级了 它不用发很多原因 便于发音方便 简洁 将原有原因去掉了 这台能力解法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UO和I 所以它变成一个原因就可以了 其实一个人什么叫做 什么叫谨慎 就是这个人未雨绸缪 比如说现在 妈妈把未来你要做的事情 未来家里需要的东西都已经保护好了 都已经存好了 那这样的人做事非常谨慎 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prudent 其实不用应记它 它其实跟providence是同根的 有远见的人 做事谨慎 就是prudent 它的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lur可能来自于谁 来自于lower 是来自于降低 降低身体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先会读嘛 拼写 当你会读了 你就能写 比如说你好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词叫 micellaneous 只要单词你会读 慢慢就能写出来 你不要奢求上来 一下就能写出来 那不可能写出来 这词什么意思能讲起来不 你看 micellaneous 慢慢就能写出来了 你再看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 叫做 asetic 但脑子里想 它来自于谁 体育比赛 athletic 运动员 古希腊人在运动比赛之前 要干嘛 苦行 苦修 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吗 叫做 thunder 现在它影射的 影射的是 撕和撕是一样的 thunder 打雷这个词叫什么来的 叫做分裂 分开 其实是不是还是蛮好记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还是蛮好记的 特别是有 大家能抓住基础词 能抓住词根的词 就多讲两遍 你只要讲两三遍 那马上就能记住 马上就可以记住 所以可以看到它 他们之间的一些词汇 和词汇之间的一些关系 一些逻辑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变化 好累 喝完酒过来 是吧 我把你灌醉 是吧 灌完之后 再继续背 好 看最后一个变化规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固定转换 固定转换 就这三个字 std 我举一个例词 不用应背 比如说conclude 它的名词是谁 它的名词叫做 conclusion 先用这词吧 conclude conclusion 我讲完我再告诉你 你说老师 我怎么能想到呢 就慢慢我会告诉你 不得一个一个说吗 结论和得出结评 D和S是一样的吗 特得是一样 这三个字母是一样的 std 这三个字母是一样的 可以互换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pb 破波形 这三个大家能理解吧 因为ph也发哪个音 它是不是也发f这个音 刚刚来没有关系 一会下课的时候 我再说一遍 怎么记笔记啥的 是吧 也发f 它也发这个音 也发f这个音 所以这三个字母 你看ph 它把这个h脱落掉之后 就剩下p了 所以这五个字母是一样的 pb phph ph 这五个字母可以替换 还有就是std 这三个是替换的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五个变化规律 大家回忆一下哪五个规律 第一个 就是原音之间可以互换 能想起来吗 a e i o u 还有y 因为y发音的人也发i 发原音 或发e这个音 第二个就是轻辅音和卓辅音之间 pb td 之间 这是第二个 这都是比较好 好记的 第三个稍难一点 就是我们说 叫什么 叫做字母gh 它不发音 但这个用的也不多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多 它不发音的时候 是可以脱落掉的 是可以脱落掉的 比如说 你看咱们说 connell 和channel 大家还记得 这两个单词吧 channel叫什么来的 一个什么 一个是海峡 一个是运河 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吧 你看 这就是c跟ch 这一样 有它没它 它俩像 原因部分一样 大家能理解吧 原因和原因部分 就是这个辅音 ch和c 它俩是同根的 那第四条规则 就是行进字母 长得像的 m和n 还有就是u跟v 你看一个圆的 一个尖的 还有就是两个u w 对不对 iw 就是第四个 好 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固定的 固定替换的 这个需要单独 记一下就行了 好了 你先看这个第二个单词 这个词为什么叫不同意 为什么叫不同意 叫descent 你看 this作为前缀表示谁 它其实表示的是否定概念 表示not 它表示的是一个否定含义 但是这个scent 你不要想so 你要想说so scent的过去事 那就记不住了 它实际上影射的 影射的是sense 能理解吧 它实际上影射的是sense 这个词 就是感觉不一样 感觉意识 是大家能理解吧 感觉意识 这个单词 就是大家感觉不一样 大家都觉得 这个题选择a 但是我觉得选b 那我跟大家感觉不一样 就这个意思叫descent descent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paramania paramania表示叫纵火狂 那它为什么叫纵火狂 你看一下这个单词 mania本身 这个考研里的词汇吧 对不对 mania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叫狂热呀 那狂热你就看它前半截 为什么纵火狂 这个paral paral它影射的是哪个词 是不是影射fire 它怎么变化的 p跟f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y跟谁一样 它跟i吗 这不原因吗 ro paramania 所以基这个单词的时候 你看都是咱们刚才讲过的一些词 讲过的一些变化规律 大家现在明白了吗 稍微能至少 你只要明白大概怎么回事就行 要否则我这写一个 它是来自于fire的变形 你都明白这跟fire差的太远了 大家明白这道理吗 我这样讲完之后 你明白一点就是什么 它有点像什么 就是有点像 说这个黑人之间的共性 比如说黑人可能有单眼皮 有双眼皮 是吧 有大嘴叉子 有樱桃小嘴 但是黑人它共同的特点 它为啥都是一个种族的 你会发现它手掌和脚掌都是白的 大家能理解 其实它之间可能会有相同的地方 可能会有不同 但它们的血缘关系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知道什么 你只要知道它 它的血缘关系 为什么这么变得就行 能理解吧 它之间是怎么变化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下面上面这个 这个变化可能更难一些 这雅思里面的词吧 你看叫做什么呢 叫做amorphous 你读一读它 morph这个希腊词根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形状 对慢慢来啊 我这讲三十多节课呢 三十多节课 你肯定慢慢就明白 我上十节课 你就能明白了 物性高的上五节课就能明白 你看morph为什么叫形状 这希腊词呢 为什么是形状 它其实就是说 在造词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首尾字母倒写 就是反过来了 你看morph是相当于这种感觉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那种感觉 是相当于出现了一个 首尾字母倒写的形式 如果这个词这么写 你看啊 如果这个词这么写的话 叫做amorphous 或者说这个词这么写 叫afformous 假设说这词这么写 你就能明白啊 那就是A作为前缀表否定吗 A作为前缀表否定 就是没有 没有形状的 大家能识解吧 A作为 前缀表否定 没有形状的 实际上是这种感觉 但这个词 它在造词的时候 它变了一点 变成这个形式了 叫做amorphous F又跟谁发生变形 跟ph 但这种也是不多 大家知道一下 有一个印象 以后遇到的单词 我倒是在给你说 遇到这个单词 但你知道这个morph 你就能想到 它是来的形状 这样的话 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比较好想 它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想 大家回顾一下 你看前面这个还能想起来 它是什么意思吧 renovate 不要去硬背它 现在它来自于谁 就除了死机硬背 你就能明白 renovate 翻新 革新 那想起来吧 那比如再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词叫做lurk lurk它映射的是哪个词 不要去硬背它的汉语 影射的是lower 你看 l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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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发音和lur 是很像的 lur lur 是U跟W 你看降低身体 叫埋伏 对不对 埋伏潜伏 还有一个要出来的叫prudent prudent 那它其实映射的是provident 有远见的人叫什么呀 很谨慎 有远见的人为人谨慎的 对不对 电脑怎么 电脑输入有到精品课 上网站 右上角登录 然后在我的课程里就有 上有到精品课网站 然后右上角点登录 登录用户名登录进去之后 得用你相同的账号登录 就能停 爱谨慎 所以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刚才这45分钟 我更多的还是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当然也是最重要 也是最基础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词根词坠 它的作用是什么 对不对 第一个 它的词根词坠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要注意一下 词根才是确定词意的 前坠确定的是肯定否定数字 还有方向 后缀确定的是词性 当然第二个重点的东西 讲的就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他们之间的 这个同根词之间的一些变化规律 就是方法论的东西 对不对 原音的互换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辅音 清辅音和着辅音的 这样的一些基本变化 一些基本变化 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所说的 字母GH的脱落 然后行进字母的替换 以及最后一个就是固定 这个固定替换可能稍微难一点 稍微难一点 STDPBF 但你不用背 你看一看就行 然后我在没讲一个单词的时候 你知道有五条规则 有五条规则 这就OK了 这就足够了 这就OK了 那 刚刚 说到了这么多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要说的几个内容 第一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咱们总结一下 咱们现在总结一下 有没有发现同源词之间 它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词 比如说GOOD 是GOD 它们的意思上 肯定会有一些相近 要么就是有典故的 这样的一个解释 要么是典故的解释 要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意思上 存在着某种联系 就比如说 有时候说FETER FETER这个词什么意思来的 你们还记得不 FETER还记得这个词 什么意思不 是不是叫做脚料 或叫束缚 脚料束缚 那有的人会说 那老师FETER 你要是把它想成胖 那这个意思上就没有联系了 明白了 你看你要想成胖 它就没有联系 你也想成FET 叫适应 它意思上没有直接联系 你只有抓住它这个源头的时候 只有抓住 它是跟FET同源 这个意思上有联系 所以它意思上 一般来说会有一些联系 那第二个呢 就是拼写上 这个拼写就一般就会存在变化 如果说原分不动的话 那就要一词多义 大家明白这道理了吧 如果你说老师原分不动 那就要一词多义了 所以呢 它可能在拼写上会有一些变化 那这个变化就是变化五条 一二三四五 刚才是不是讲那五条变化规则 拼写上怎么变的 常见的一些变化规律已经说过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它读音上 可能会有一点什么 会有一点相近 它的读音上 就比如说刚才我举这个LURK 这个例词的时候 你看LURLUR 它就像这个LUR这种感觉相关 他这个读音上 因为拼写上相近 他读音上肯定就相近 他读音上肯定相近 当然最重要就是同言词之间 它的意词上 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要么就是因为典故 衍生而来的 要么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词 的一个解释 衍生而来的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单词 你看这个词为什么叫做不同意 你看这为什么叫不同意 就是大家感感觉的不一样 是来自sense 对吧 就是大家感受不同 这就是不同意 感受不同 否定 第四表否定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看到吧 就是感觉不一样 顺这个意思去记 顺这个意思记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课上重复的时候 因为咱们今天啊 这个班级里涌进了1000多人 所以我们分三个群加 一个群呢 只能加500个人 这个微信群大家都知道 所以加不上的不要着急 所以说老师我等会再加吧 也行 因为这一个群只能加500个人 大家先去加这个群 加这个群 加上它 我们会分三个群去加 会分三个群去加 先截图吧 先截图 好 如果说老师我加群已经加不上了 没加进去 加这个个人微信 我跟哥的微信 他微信号你搜也行 就是取根我的名字 加113 加这个名字啊 113 你加这个个人微信 然后他会把你拉到群里 听见了吗 我跟哥的微信 就是我的微信 到了100就加不了了 所以就是大家 加不了之后会手动拉 我们会有小助手拉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加这个个人微信 然后你搜名字也行 取根113 先把它加上 不要着急了 然后另外两个群 我稍后再放出 因为一个群只能加500个人 所以咱们一部分一部分加 不用反复添加 加不了不用管了 满了不用管了 满了你就把这个个人微信先记住 先把这个个人微信先记住就行 一会我们课间和下课的时候 再说两个微信群 再说两个微信群 然后我们微信群当中的服务 稍后我们也会说 记笔记的时候 再次想到后进教授的看一下 记笔记的先记英文单词 英文拼写记词性 不用写音标 也不用写汉语语词 不用写音标 也不用写汉语语词 然后呢 最后要写到谁 写到同一同一词 会应应是意 然后以及它的助记方法 大家先听懂了吗 先不用加了 不用加了 大家一会课下再加 你先把这几个图都截下去 截图 先截下去 这就是如何去记笔记 如何去记笔记 那我们课后一小时呢 我们每天 大家一会加群之后 我们今天晚上会在 21点30左右 会有第一次的复习测试 当然我们就大概在群里 做一个互动打卡 就是我今天这节课 这第一节课呢 因为方法论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单词不是特别多 可能就几十个词 然后先进行第一轮复习 然后明天早上 会在群里开启第二轮 会在群里开启第二轮 然后明天5点会开启第三轮 会再开启第三轮 大家记住 加个人微信号的时候 记得备注 取根万词般 加你的手机尾号后四位 听见了吗 听着 加个人微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加上取根万词般 加你手机尾号的后四位 没备注 你再加一次就完了 没关系 取根113 加这个个人微信的时候 写上取根万词般 加上你手机尾号的后四位就行 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同学 这个买到版的 这就进不来了 这是专门给买正版的同学 做每天三次的服务 而且这个微信呢 是到9月10月15号之前 都是可以加的 10月15号之前都是有效的 所以大家尽量来听直播 只有来听直播的同学 才可能享受 每天微信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在页面的 给大家承诺的 所以这是我临时增加的一个东西 所以尽量来听直播 尽量来听直播 尽量来听直播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正文内容 大家有讲义的呢 可以看讲义 没有讲义的 没有讲义的就看这本书 书可以翻开 这是我们的把点词核心词 今天第一天 就是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 看一看 跟社会相关的 社会相关的 那我们在今后呢 这个课上的时候呢 也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例句 这个例句呢 在我们刚才说的位置 就是Q群资料的位置 也都会有 能理吧 也都会有的 也都会有的 然后会讲完单词 会带着大家去看一下它的用法 不用去说老师 我没带讲义 不用带讲义 上词汇课不用带讲义 带笔记本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课上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图片 也是辅助大家去记忆 这样的话呢 也会更加立体 告诉大家这个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意思 以及它相关的一些用法 好了 这个进入到我们正文的内容当中 首先咱们来看第一组词 讲完这组词咱们再休息 讲完这组词咱们再休息 一会休息回来 我再说家群的事 别着急了 好来看第一个单词 读一下 叫做aggregate 读一读 叫做aggregate 动手写 写英文 写它的词性 汉语意思不用写 写英文 写词性 好 那我们来看 它都有哪些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作为动词 表示的意思叫做集合 或者叫做合计 总计为多少多少 第二个呢 那表示的意思叫做 总计的形容词也是它 第三个咱们有没有学材料了 或者是学土木的 建筑材料 就是修路用的这种 叫做什么呢 集料 小石子 这个图片 因为这个你一输进去的话 你把这个词一输到google里面 它出现的图片 更多的名词 应该用这个意思用的是比较多 可能用的是比较多一些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下这个词 它的一个技法 注意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这个词根叫做什么呢 greg这个词根 它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gather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集合 或者是聚集 这个砖八 咱们前两天刚刚讲过 是不是 就考研头也背一背 这个gre这部分 它其实是来自谁的变体呢 它其实是来自crowd 为什么叫做聚集集合 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看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crowd greg是来自于crowd的变形 可歌之间刚才 就讲过它的一个变形 就是大师福音之间 发生这样的一个替换 这个greg实际上是来自于 前半部分 就是来自crowd这部分 影射的是它 就是大家人群嘛 集合在一起的感觉 这跟聚集有关 A加福音双写呢 咱们背单词字会背到什么 ATT ACC 会背到相关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造词 那A加福音双写 都是表示动作的加强 这种童话现象 表示动作的加强 表示动作的一个加强 所以你看这第一个意思叫做 加强聚集 它还是聚集集合 大家看到这个词的话 其实还是表示这个意思 叫做集合 或者我们叫做聚集 集结都行 那动词呢 我也说一态 它的一个用法 它还表示总级维 就是我们说totally 它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比如说 它所有的工资 就是总共加起来 一共是100万 你用它就可以了 比如说 All her earnings from all sources aggregated 1 million dollars 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它相当于就是我们所说的 be totally 是一样的 比如说 Her earnings from all sources aggregated 1 million dollars 所以作为动词表示 总计为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加强聚集就是集合在一起 集合在一起 第二个单词大家可以看一看它 动作写来叫gregarious 你看这个词根 是不是就取这个聚集 这个词根本意啊 就是一种crowd的感觉 叫做什么 叫做第一个叫做群居的 我们常说叫什么呢 叫做group living 叫做group living 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好交际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social 这个人总是很合群 我们生活当中听过吧 一个人如果很合群的话 说这人好交际 叫好交际 写在哪个颜色本上都无所谓 红的蓝的俩都一样的 叫做聚集的 顺这个意思聚集 聚集的叫gregarious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congregate congregate叫集合 这个为什么叫集合 con作为前缀 表示什么意思 是不是还是表示共同一起 是不是还是这样的意思 还是表示共同一起的意思 所以你看叫做聚集到一起 所以叫做集合 叫做集合的意思 如果这个词大家觉得不好记 还有第二个记法 就是通过联想 通过联想 你想一想他 考gre 在做同学班级里 有没有考gre的理科的同学 看一下 在大门前一起来集合 你通过一个拆分记一记 考gre的同学 门前来集合 congregate 你这样集也可以 他其实和这个词同一词 你看 集合嘛 但是aggregate刚刚说了 他表示总纪委 他还有这样的一层 一层含义 说her earnings from all sources is aggregated one million dollars 你可以用这个表达 集合总计 聚集的 叫群居的 群居的 这叫考级二同学门前 一起在大门前来集合 好了 你看这个单词叫做segregate segregate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隔离 它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做隔离 这个se作为前缀 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的意思是跟分开有关 叫apart 咱们在以前有没有学过separate 听过这个单词吗 这前缀不用硬背 i就是跟分开有关 对吧 你看 这个词根是跟聚集有关吗 se正好是把它隔离开了 就不聚集嘛 这个叫做隔离分离 它可以表示种族上的隔离 这个要注意一下 种族上的隔离 都要记一下 书上是书上的 明白了吗 你先写一遍 记在笔记上 书上的 有些明显没听到 我刚才怎么讲 汉语意思不要写 用笔写一遍 对它有一个印象 然后去边写边重复 去读一读它 叫做什么呢 叫做segregate 那比如说我们说 segregation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这个短语 大家能听懂什么意思吗 the segregation of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是根据他们的成绩 将学生怎么样 给分开 就当年我们高中的时候 或初中都有过 这种这种做法吧 全学校前50个名 前50名同学弄一个班 最后50名弄一个班 是吧 这个叫做将人进行分离 人种人群上的这种分离 分离 好那你看这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 第一作为前缀 我刚才讲过 有一个什么意思 第一是不是有 表着否定的含义 是不是当年讲过这个意思 它有表示否定的意思 对不对 那这segregate叫隔离 那这就是废除隔离之 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吗 叫做deep 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吗 脑子里想想 plenty of 不用硬背 plenty叫做许多 那第一呢 就是不多了 没多少了 不多了 叫用光耗尽 非常好 好来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aggregate 加强聚集还是聚集 这个greG 这个词根要知道 是跟聚集有关 gather gather 第二个greger就是聚集的 顺正意思聚集 词根叫聚集 聚集的叫群居的 群居的 或者叫做好交际的 下一个单词 叫做考GR的同学 门前来集合 还是集合聚集 segregate 叫做隔离 se脑子里想想它 叫separate 对不对 表示分开 不聚集 记住老师的解释 叫做不聚集 对不对 叫做不集合 叫隔离分离 最后一个词呢 第一表否定嘛 后半截不就是上面这个单词吗 对不对 叫做什么呢 叫做废除隔离制度 叫做废除隔离制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单词可以补充上 叫做egregious 把它补充上 叫做egregious egregious egregious表示什么意思 你看 GREG刚才说了这个词根 是跟集合聚集有关吗 意义作为前决 表示什么意思 意义作为前决 表示的是向外 对不对 就表示向外 就是一个人离群的人 咱们说这个人 你看总要离开祖国 总要叛国 这个人 就是离开群体的人 叫什么呢 叫做 极过分的 臭名昭著的 你看在宿舍当中 一共六个人 咱每次都六个人出去 对吧 都喊你 都喊你 他总是离群 这个人 极过分的 臭名昭著的 脱离了群体 臭名昭著的 极过分的 极不好的 想到这个意思 记住 脱离群体的 过分 臭名昭著 废除隔离制度 隔离 考接二位门前集合 egregious 叫做 群居好交集 群居的好交集 好了 我们把刚刚 咱们 说过的一些词 大家快速回顾一下 然后咱们休息 休息三分钟 这三个都能想起来过 一二三 看看咱们这一个小时听课 能记住三就打三 都忘了就打零 没听到的东西就不用参与了 过剩 充满的 充满的 下一个叫做耗尽用光 好 看这边四个单词 看能想起来几个 对你刚才没来听到 你就不用参与了 你没听见了 迟到了 Provident 向前看的人 有远见 向前看的人有远见 加强看 展望 实际看 展望 不想看 讨厌 讨厌 不用之前看 improvise 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 很好 还不错 看这五个能想起来几个 Clarity 清楚明白 提名 镀金 Gracely 映射的是gray 灰色灰涂涂的 想一想 叫做 阴森恐怖 恐怖的 feather 来自于feet 脚料 看哪个没记住 重点看下哪个 看它来自于谁 下面下一组 reimbursed 叫做 报销 PERS过来的 报销 Sunder 打雷 是分开 分裂 看这五个能想起来几个 分裂 Asthetic 苦行的 禁欲的 Masquerade 来自谁 来自于mask 面具 戴面具的人在一起 这个叫做 化妆舞会 假面舞会 Miscellaneous 混合的细胞 混杂 各种各样 混杂的 各种各样的 不要去回忆它的汉语意思 你回忆汉语意思 是回忆不起来的 你回忆它来自于谁 下一个词 Shiny 来自shine 闪光 叫有光泽的 有光泽的 下一个单词 F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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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th 记住这个短语 我们说Faint Death 叫什么意思 叫做装死 装死 Adius 它映射的是 你看它前半部分 映射的是哪个 Heart 很艰难的 比较辛苦 费力的 辛苦的 费力的 辛苦 费力的 好好看 这三个词 看能想起来几个 这三个词 L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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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身体 加一个辅音字母K 造成新词 潜伏 Mile Renovate 再次变心 翻新 Prudent 有远见的人 叫谨慎 有远见的人 U跟V 是一样的 谨慎的 好 下边 Amorphous 中间部分来自于谁 来自于Form的变形 A 作为前置 表示否定 叫做没有形状的 无形状的 这亚斯里面 托弗里面的词 无形状的 Descent 叫做感觉不一样 大家 不同意 最后一个 叫Pyromania Pyra 来自谁的遍体 Fire 来自火 P跟F是一样的 你看 叫做纵火狂 纵火狂 好 看看这边 第一个 Aggregate 加强聚集 就是发现什么呢 叫做聚合 集合 或者总继维 总继维 这个还有表现 骨料 对不对 就是材料 这石子这些东西 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Gregerious 聚集的 这个词跟聚集有关 叫做群居的 Gregerious Lifestyle 这种群居的生活方式 Congregate 叫做 考基尔同学门前 来集合 还是集合 Segregate 远离聚集 就不聚集在一起 就是分离开 隔离分离 废除隔离制度 还有一个叫做 Egregious Egregious 你看离开群体 叫做 这人又不去了吃饭 叫做令人 极过分的 这是一个贬义词 或臭名昭著的 极过分的 臭名昭著的 叫做Egregious Egregious 好了 有朋友说 老师又咋 一个都不会 那这个就 就要反省一下了 反思一下了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休息三分钟 休息三分钟 我放一首歌 然后一首歌之后 我们回来 好 回来 三分钟到了 好 那我再说一下 刚才加群 第一个 没有纸质材料的 购完课之后 明天就会发礼包 第一个不用担心 第二个 没有纸质材料 不用去找这个电子材料 因为咱们上课 主要是以记笔记为主 记笔记为主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上课就跟着 记笔记就行了 怎么记笔记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 大家第一个群 刚才已经加完了吗 你可以把这三个群 结下来 三二一截图 这个PPT上有这第一个群 这个一个群 只能加500个人 如果这个群加满了之后 大家可以进第二个群 三二一 看这第二个群 这个前100个人 可以直接扫完 就可以进去的 然后呢 如果你发现 前100个人 已经满了之后呢 大家加这个个人微信 个人微信的话呢 记得备注 取根万词班 加上手机尾号的后四位 可以进第二个群 第一个群没进去 就可以进第二个群 第二个群截下来了吗 截图截下来了吗 第二个群 你不愿意进也没关系 没事 大家自己在那个页面上复习也可以 好 第二个群 先把它截图截下来 先把它截图截下来就好了 如果说老师我没有加进去 你就加这个个人微信号 听清了吗 加这个个人微信号 然后会有老师拉你进去 会有老师拉你进去 好 加不了了 就加这个个人微信号 一会儿会有老师拉你进去 好了得不说了 然后第三个群就是他 第三个群在这里 第三个群在这里 三二一 一共这三个群 希望同学们能够 如果你愿意进去跟老师互动的话 就进群 如果不愿意进群的话 我们就自己去复习 也都是OK的 好 第三个群 先把图截下来 图先截下来 截完了 好了不说了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第二个单词 来读一下 叫做distort 读一下 大家不用去问客服 这个群是我临时加的一个内容 所以大家不必去问客服微信群 这个客服也不太知道 因为这个在页面是没承诺给大家 但是我想尝试一下 咱们通过微信去交流互动 看怎么样 好看这边 distort 第二个单词 来读一下 distort distort作为前缀来 这个前缀我都会讲 你不用问 我都会给你讲到的 我给你讲几个意思 最后都会帮大家总结的 会帮大家总结的 你不用上来 因为第一节课 你不知道的太多了 我也没法一个一个回答你 好吧 我讲什么 你就记什么就行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片 能理解吧 distort the time 看扭曲了这个时间 扭曲了一个真相 都用它都行 比如说distort the truth 明白了吧 扭曲了这个真相 歪曲了这样一个事件 它作为动词是一个极无动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根 taught 这个词根 它本身表示的意思是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扭曲有关 这个动作 通过这个图片去强化一下 没接到的 先不用结了 一会下课再说 是跟扭曲相关 第一次作为前缀来讲 刚才我讲过它的第一层含义表什么意思 是比较否定 刚才说不同意 还记得吗 就是descent 那个词有印象吧 它的第二层含义 表示的意思叫做加强 我讲一个 积累一个 讲一个积累一个 最后都会给大家做终结 今天先讲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否定 第二个表加强 所以这里面你看 什么叫做扭曲 就是加强去扭 就是to twist 就是去扭这个事 把这个事给拧巴了 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contact是这种感觉 东西给扭起来了 contact呢 也是表示叫扭曲 歪曲的意思 它的第一层含义 跟上面这个词是同一词 但它第二个意思 大家注意一下 看 这个概念 是表示身体的扭曲 比如说这种人 我们叫什么呢 托福里面和GRE里面 考了一个词 叫做contortionist 大家能理解这个单词 大概能猜 猜成什么意思吧 contact叫做扭曲 它第一个表示事件 对于一个事情的扭曲 第二个 表示身体的一个扭曲 叫做软体的杂技演员 它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叫contortionist 叫做这种软体杂技演员 还是跟扭曲有关 C文表什么意思 刚才说了吧 是不是叫做共同 一起嘛 一起扭 对不对 是这种一起扭 手能拧不到一起 是这种感觉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xtort 读一下它 ex作为钱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向外 所以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单词的技法要知道 咱们上两三节课 慢慢就会知道 怎么记笔记了 刚才我已经强调了 怎么记笔记 向外 所以就是把什么给扭 往哪扭 是把钱呢 把东西给卷走 把钱给怎么叫 卷就是扭卷走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敲诈 或者我们叫做勒索 叫把钱给掏走了 把钱给扭走 叫做敲诈 勒索 比如说 extort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from him 能理解这意思吧 叫做 从他那敲诈了一大笔钱 从他那里敲诈了一大笔钱 extort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听这个短语 extort money from him 从他那 比如说根哥 我有一张 是吧 你随地大小便的一张照片 你不给我钱 我就给你公布 这叫把钱卷出去 另外还有一个词 敲诈勒索 有一个常见词 叫什么叫做blackmail 看这个词 black是黑色吗 给你发了一封黑色邮件 邮件上面是黑色的 也叫做敲诈勒索 叫做敲诈 敲诈勒索的意思 extort 好 继续玩家来看 看下边 有纸钱财的乔诈 下一个单词 叫做retort retort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的意思叫做反驳 或者我们叫做回嘴 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嘴 反驳回嘴或者顶嘴 比如说 it's all your fault he retorted 那都是你的错 他反驳的 他说是让你个反驳顶嘴 这次后面也是可以接一个从去就行了 那re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相反 还记得我说过他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一个意思表示 向后啊 back 咱们上半场讲那个单词 多少同学还记得 叫做reimbursed 还记得他吗 reimbursed 回到里面 钱包里叫报销 都能想起来 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更简单的意思 就是again re就这三个意思 完结了 前面画一个重点 然后啊 就是完结 他就这三个意思 再一次 向后 还有相反 所以这就是反过来拧一把 你还记得咱们当年上中学的时候 男生拽女生辫子 然后这女生忽然回过来掐他一把 这样反拧一把 是这种感觉 你别掐我 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回怼 回怼的感觉 就咱们常说怼他 能理解吧 回怼他 就是回嘴 好 最后一个单词啊 叫做taught taught表示的意思叫做 侵权行 我们说taught law 咱们说侵权法 对不对 侵权的这种行为 都可以叫taught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 谐音记忆 就是偷他 把他的东西偷过来 对不对 就是 你看有一些人也是上课的时候 原分不动 自己不创新 完全照搬了其他张老师 李老师 马老师的 这就是偷他的东西 叫侵权行为 一共有这四个taught 大家先把这几个记下来 先跟老师顺一遍 你先看这个图片 distorted time 大家可以 扭曲时间 扭曲真相 distorted truth 这是第一次开头的词 这也是一个负向词汇 此处表示加强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contort 共同扭 还是扭曲外曲 意思没变 扭曲外曲 意思没变 好 下一个单词 钱向外 把钱卷走 是这种感觉 你看 是把钱给卷走了 叫做敲诈勒索 extort money from him 下一个retort re表示相反 接着我的一个解释 反扭 反过来 反扭一把 反扭一把 这叫做回嘴 反驳回嘴 taught 偷他的东西 叫做侵权 侵权 好 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 这四个词 没完呢 这个词根底下还有词 大家动手写下来 记笔记要会记 我都说了 记这个 还有词性 就行了 记这边还有词性就行了 第一个词叫做touture 第二个词 tourment 第三个 toutrous 下一个叫做toutrous 写完之后打一下e 拿书 如果要没跟下来 你就看一眼书 跟下来的话 就直接写 英文单词就行了 英文单词和词性 那个书 是大家如果没跟下来 自己看的 可以用它来测试 因为你用那个红色挡板 一挡 就可以自己测试了 好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词 这个技法 我都会在PPT上写 这个在讲义上是没有的 toutment 为什么叫折磨呢 大家现在很多同学 第一次上课 可能彼此不太适应 就会觉得是一种 你看tout的这个词根 就是跟扭有关 他把这个 轻符音给去掉了 他第二个 扭什么东西 会觉得是一种折磨 mental mental这个单词 叫什么意思 mental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精神 就是扭曲你的精神 就是很多同学 现在上课已经这样了 折磨 tourment 听懂了吗 tourment 扭曲你的精神 都不会呀 是这种感觉 tourment 通过mental去记 好 下一个词叫toucher toucher还是 第一个意思叫酷刑 第二个意思也叫折磨 两个词形 你看为什么叫做拧他吗 你看女生说都掐过男生耳朵 就是同桌那边 别掐我 这种 拧他 这叫酷刑 第一个意思 叫做酷刑 掐一个人 第二个 引身为折磨 这俩同一词 放到一起来读一下 toucher tourment toucher tourment 好 下面这是他的形容词 能看出来吗 这俩是一个词 能看出来吗 后聚变 意思没有变化 所以叫折磨的 toucher experience 这种折磨的 这种经历 体验 折磨的 toucher 不要写汉语意思 第一个 都是跟扭有关 折磨酷刑 扭一个人 第二个 扭曲精神 还是折磨 折磨 下一个词叫toucher toucher表示什么呢 叫迂回曲折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词用法 马上就能看到了吧 能看清楚这个词的用法了吧 叫做什么意思 叫做toucher mountain road 这种迂回曲折的 迂回曲折就是拧巴吗 这路这不拧巴了吗 哎呦 是这种感 它不是直接的 它是用拧巴过来的 你看拧成弯的 这叫迂回曲折 它也可以形容人 形容人就指什么 一个人怎么的 不坦率 这个拐弯啊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激了拐弯表达的时候 不坦率的 叫做toucher 和toucher 所以toucher 一定要是通过touch 去记就好 另外一个还是扭的 迂回嘛 就是拧巴嘛 拐弯抹角 形容一个人 拐弯抹角 好 那这个词根底下 一共是有这样九个词 加强扭 扭曲 还是扭曲 一起扭 还是扭曲啊 形容人 就是指身体的扭曲也行 就这种软体的杂技演员 卷走了 是敲诈勒索 黑色邮件 反扭一把 别碰我 反过来 回身拧它 叫回嘴 偷它的 touch 侵权 侵权行为 折磨 折磨精神 折磨得 欲会曲折 好 我们现在看它 同一词 说上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是不是叫做扭曲啊 扭曲真相 比如说distort the truth 我们歪曲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对不对 差一个真相 那这里面第一个词叫做 falsify 叫篡改 其实它也表示什么呢 也表示叫做 有这样的一种 把一个事情给扭曲了 篡改 比如说原来说 在14点到达 那你可能把这字改了 于4点到达 那这就是把信息给篡改了 那能理解吗 那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呢 它前半部分影射的是谁 它影射的是false 看到了吗 false叫什么意思 告诉老师 false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错误啊 false是表示错的 那fi呢是动词后缀 就是故意改错 把这个东西故意改错 比如说我这是1998年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把事情给改了 改成 2998年 发生在2998年 这个要知道 这叫做篡改 改错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就是使之错误 故意改错 所以这个叫做篡改 好 下一个叫做misrepresent 也叫做歪曲 这个意思就比较直接了 represent 咱们在高中和四级里学会这个意思吗 他说表示代表的意思 他是不是他表示代表的意思 那mis表示的是错误 他影射的是mistake 就是代表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也是给歪曲了 代表了错误的东西 我们说foster mother foster son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这个词呢 在考试当中啊 像国内考试啊 还有托弗亚斯里面啊 他其实更多的还是考察 什么考的比较多呢 考的这个动词的意思 考的比较多 但呢 他也有形容词的含义 形容词就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收养的 收养孩子的动型 比如说foster mother 这大能力吧 foster mother 就是我们说叫做 什么样 养母 那能力吧 如果foster son呢 就是我们说叫做养子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啊 他呢 这个考试当中 并不是长考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如果读到 相关文章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啊 这样的用法 那他既是形容词 又是 又是动词 啊 又是动词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 他的一个技法啊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 谐音记一记 这是一个通考词 所有考试都有 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 就是服侍他 你看你妈从小 照顾你 端屎端尿 做饭做菜 然后最后你还气他 是吧 回家天天老玩手机 不陪他说话 大十一的时候 你还不陪他 是吧 这就是从小就服侍你 服侍他foster 这要通过词源解释的话 他来自于谁 他实际上是来自于 food这个人词 大家看懂 这三个字母还记得吗 刚才是不是讲过 来回忆一下 你看food 这是通过词源解释了 这个foster不是来自于快速 他实际上是来自于food的变体 std嘛 o和谁一样 和一个o是一样的 所以这要通过词源解释 就是来自于食物 给你食物嘛 所以这个才叫什么 叫做培养助长 当年考研当中考的是什么 叫做foster commonness commonness叫什么 叫做普通平庸 就助长你的平庸 大家都是 天天都是一个标准 不思考 促进平庸 助长平庸 叫做foster 叫foster 就通过词源技法和通过联想技都行 你选一个适合你的就行 下一个单词叫做facilitate 这个词也是所有考试的通考词 叫做促进 我们在四集当中有背过这个词吗 叫facility facility表示意义叫什么 叫做便利设施 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便利设施 有见过吧 所以你通过便利设施体验 这个便利设施 这要使便利是容易 使一个事情变得容易 或者也叫做促进 叫做促进 晚来的同学 一会下课听重播吧 我最开始上课的前十分钟 都说得清清楚楚 用哪本书 哪本书干嘛地 都说完了 所以晚来的先跟着记单词 一会再听吧 facility 第二个有一个联想的技法 大家可以通过联想 就把它想成脸 face 后面想成一粒 天天用一粒洗脸 促进美白 促进 face一粒 facility face加一个一粒 促进 会叫做使容易 使容易使便利 好 进去往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叫做gear up gear up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促进 或者我们也叫做增加 gear有什么意思 会开车的同学 他表示的是叫档位 就是档往前往前推 档前往往前推 这个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促进 或者叫做什么呢 叫做增加的意思 叫做促进 增加的意思 好 继续往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nature nature表示的意思 叫做培养 或者我们叫做鼓励 他这个单词跟谁是一对反应词的 雅思当中当年考过一个文章 就是先天还是后天 nature or nurture 你看一个是天性的东西 这个是后天培养的 nature叫培养 他其实跟谁同源 谁天天看护你啊 照顾你是哪个词 nurse 能看懂怎么变的不 看谁跟谁发生变化了 s跟谁一样 这跟t是一样的 s跟t是一样的 nurse和nerd 护士看护培养 好吧 这五个单词来一下 第一个词 foster 服侍他 促进培养 第二个 facilitate 用衣力洗脸 e-li tate 如果你背过谁呢 如果你背过那个facility的话 便利设施其实更好记一些 便利设施是动词 就是使便利 便利设施 使便利 gear up 档位往前挂 叫做促进增加 还是一个动词单语 促进增加 最后一个词nature 培养 鼓励 培养鼓励 不是天 他和天性上一个是先天的 这是后天培养 后天培养 好 我们来看 下边 最后一组词 来看这个单词 叫做comprise 读一下他 comprise comprise 今天不往下讲了 算了 今天先到这吧 把前面的回顾一下 因为第一节课 不讲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例句 通过例句 看能否理解 aggregate lag aggregate表什么意思 它表什么 是不是还记得吗 叫做总的吧 聚集的吗 就是总的后制 总后制量 这就是跟这个我们预料相关的一些例句了 相关的一些例句了 还有你看distort 扭曲了这个数字 能看到了吗 作为动词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动词 极物动词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还有这个foster foster commonness 说that's a lie that we have perpetuated 那是一个我们使之永久化的谎言 一直永久化 它是一个永久的谎言 就是这会助长平庸 这是考研的例句 foster commonness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几个词 看还记不记得 这六个单词还能不能想起来 讲出来 不要背出来 要讲出来 加强聚集 看这个图片 集料 骨料 是这个单词 名词 学材料建筑的 知道一下 那它第一个表示聚集集合 第二个聚集的叫什么意思 叫做群居的 群居的 下一个单词 congregate 考基2的同学们前来集合 集合聚集 congregate 下一个segregate se作为前置表什么 是不是跟分开有关 不聚集 叫做隔离 叫做隔离 下一个单词叫dsegregate 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废除隔离制度 在群体之外 这个人离群了 群体之外 叫做 大家都去吃饭 就踏不去 叫什么 极过分的 臭名昭著的 过分臭名昭著 好 看这四个 能下台 这五个字 distorted time 看这个图片 就回忆 看这个图片 和它的解释 歪曲扭曲 contortionist contortionist 叫做软体 软体砸起眼 扭曲身体的扭曲 叫contort extort blackmail 我给你发了一封黑色邮件 extort money from him 敲诈 retort re 这是跟什么 跟相反有关 叫做反驳 回嘴 偷他的 偷他的知识 叫做 什么呀 侵权 对不对 看看 叫做侵权 好 看这边 第一个 torture 和tourment 这个词 它映示的是mental 扭曲这个词根 扭曲你的精神 折磨 上面酷刑折磨 tourous 折磨的 tourous road tourous mountain road 看这个短语能回顾起来吗 什么意思 tourous mountain road 迂回的 曲折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能想起来 你就要加油了 如果绝大部分人都没想起来 那这就是我的问题 但绝大部分人都能想起来 就是你一定要张嘴读 不要去天天执着于 把这个词写得很漂亮 因为这些东西书上都有 你写一遍的目的 是边写边读一读 对它有个印象 falsify来自于false 把它给改错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篡改 misrepresent 代表错误的东西 也叫做什么呢 歪曲 歪曲 好 来看这四个 foster mother foster son 叫做什么 叫做 养育 对不对 养母养子 叫培养 看这样的一个图片 然后你能看到 foster care 看一下 看护照顾 然后叫一个facilitate 来自于名词 facility 便利设施 动词叫使便利 gear up 促进 nurture nurse nurse也是什么 像护士干嘛 也是 培育 培养 培养 鼓励 培养 鼓励 培养 鼓励 好了 今天的词呢 并不是很多 但因为咱们今天很多东西 都是第一天来上课 所以咱们 这个不往下说了 老规矩 大家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第一次复习 如果大家没有进群 也没有关系 如果大家没有进群的话 一定要注意 第一次复习的时间 尽量保证在22点前 要第一次复习 第二次复习 明天早上7点 第三次复习 明天17点 这三次的时间 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第一次是在睡前 第二次是明天早上 第三次是17点 我们在课表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如果没有进群 也不用担心 在课表的位置 会出现了一个资料 这个词 资料下面有一个词单 大家点开这个 也是可以进行自册的 上课的同学在这上 万词经典 下边是课程 同意替换不用管 寒假 我们会讲同一词 老师用哪本书 一会儿大家可以去 重新看一下录播 我在前十分钟都说了 然后资料里面会有词单 点开它就能看到 点开它就能看到 好了 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想进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是自愿的 不强求的 大家不用去问客服 客服都不知道 第一个微信群 500个人在这儿呢 先截图 接下来 第二个微信群是这个 加不了了 你加这个个人微信 我怎么没说明白吗 进不了群 证明已经满100个人了 满100个人 现在就要怎么办 现在大家就去加这个个人微信 加个人微信的时候 留言 备注信息 取根万词斑 然后再加谁 加上后四位 加不了 明天再加 还是突然间加太多了 可能是 然后最后一个 再加这个 有三个群 大家都可以加 三个群大家都可以加 加不了的话 就不用着急 你先自己看 我们明天在家也行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